不是,我听说你们在劝小孩不要生小孩 对啊,劝自己要生小孩,不生小孩有什么不可能的 这个,你们还是挺启发的呀 不是,有一部分父母就觉得自己的小孩在生小孩 就是好像挺累,就觉得自己已经累了,不想让小孩吃苦 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提一些建议,但是不要太劝吧 对东西别人自己决定吧 你的意思就是说呢 可以让小孩有生或不生小孩的自由 那你不要给他那么进去吗 主要还是要看别人的自主意愿 我往一个方向去,也不是个事 你是说,他流露出小生,那你就 顺其自然 如果他流露出不小生呢 不正好你,不正动杀牌嘛 但是作为你的话,你一直是还是不太好 其实我有一点小麻烦 我觉得站在那推卸责任是甩哥 什么叫正动杀牌呢 对不对 你不是就不长生了 你要磨好的建议,你要帮我他呀 他把你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他可是没有回头给他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就是你们这样,别人什么想法都没有 你们就出来说不要生,不要生,不要生 那又怎么样 太奇葩了,你们这样的父母 但是现在网上就有一部分声音说 不要生,不要生啊 就是父母不劝网上也会有人劝他 那他自己去看呗 哪有父母自己劝自己的 那你就是猜你猜我,你就是不想出这个责任 你就是不想出这个责任 就是可能,不是,有一些父母 他是不是自己后悔了 他不想生,所以他才不想让自己小孩生呢 难道你们后悔了 我没有 那就是了吗 这样是不科学的 这个 你们都这样搞,我们这个国家怎么办以后 那人都是要死的,国家怎么样就怎么样呗 地球也是要毁灭的呗 那就是了,你还缺那么多办吗 该怎么样怎么样 你可能是享受到了做父母的快乐 你还是,呃,就是从你内心里还是觉得睡小八草 对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你都说不快乐 为什么你把你的经验能够 快乐与痛苦啊 它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个事情它不是单纯的快乐与痛苦 这个事情它不是单纯的快乐与痛苦 它是交织的快乐与痛苦交织的 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 对,你不能因为我知道 你不能因为说人生就是要体会快乐的痛苦 所以我就让它去体会痛苦 那你不原意 人生这个痛苦的体验是没有办法的 你只能发现一种这个痛苦来临了 那我就去体验 没有人说我今天我们一定要走进去 就体验一下痛苦 那就像那个假放一下就能吃鸡的 他跑到那个山沟里了 他去体验,他终于知道他自己要回头 体验不了 这个痛苦不是你主动不了的 要去找不到 知道 到一旦在人生的痛苦中它来临了 那我就把它作为一种微生机 去体验一下 可以 现在我现在知道 前面这个石头肯定要砸你的脚 那我是不是要放下来的 这个石头肯定要砸你的脚 不要想说 那你的态度是吗 不能说我不能跟他说 说他一个没有砸他的脚 他可以砸了 但是让他自己去承拔症状食物 都是自己去承拔症状食物 你可以跟他说会有些什么痛苦 但是像你这样一上来就说不要生的 我觉得真的太奇葩了 没有这样 你老公知道吗 我觉得每个观点都有他的合理性 那可能对于我来讲 我是觉得生小孩是很快乐的 可能对我来说 因为我体会他的快乐更多 所以呢 对对我管的少 那所以对于多数父母来说 就是你要放手 你就不会痛苦 你反而感受到更多的快乐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生小孩不光是责任和麻烦 他给我来说是更多还是快乐 所以我从这个快乐的角度 我还是支持小孩生的 我也没有错 我也很快乐 但是我知道这个生下的孩子 主要是 我知道他主要觉得责任重大 这个我也让他好别费心 就特别操心 从他生下的那一刻 就永远再做他操心 每时每刻 这就是为什么你 这个我还感受不到 哈哈哈哈 那就太操心了嘛 因为他还弄 点心还弄 万一明天火星撞天球了怎么办呢 撞了呗 那就完了 那就行了嘛 你还撞那么多心 那火星跟我没关系 他撞地球全线都没了 所以这个据实是我感觉 劝小孩 劝自己的小孩 不要生小孩的人 我是没见过 那我倒是见过 劝小孩不要生多胎的 还是有的 有一句话叫儿端母谱 但是从我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觉得 不生孩子很有道理 因为我不知道生小孩有快乐 等我有了小孩 我觉得好快乐 但是呢 你怎么管他 你怎么管他 对啊 我不怎么管他 他又怎么管他 他又整大了 我的意思是 不要考虑太多 他实际上这个世界 也很快乐 太焦虑了 就很容易 太焦虑了 所以我能理解 每个人的心态 跟需求跟感受不一样 所以会产生 对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结果 但是呢 他说的也有道理 他就说 你不确定 你的小孩 万一不是也跟我一样 生的都会觉得好快乐呢 对啊 你就是要 你要死你这样 你不要死你这样 你不要死你这样 我当然知道孩子 会给你打来快乐 但是做了自己的 他是不是每刻 你的精选 你的 所谓你个人的生活 叫死你 不管走多远 对 还能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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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还不算 对 我们伴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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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伴你了 哈哈哈 你们跟我的想法又不一样 可能我还是 我属一股气流 你怎么上孩子 你下来 排场 省了责任 我觉得心想好快乐 当他投物玩 别老 我真的是当投物玩 这个就玩大了呀 是不是 谢谢